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出题 所以这边的话加上出题 还有标凯题 所以点下去按确定 那上面的标签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 设定页尾的部分 那页尾的部分呢 它要在哪里呢 在页尾的中央 所以在这里 先把它删除好了 它要的格式是怎么样呢 第几页 所以你就先输入 第 然后呢 过一格 下线 过一格 中间它有提示就是 注意前后各一个半形的空白 接下来的话呢 就直接在哪里呢 第几页 这个地方 这个中间第几页就在这里 这个是页码 然后呢 再来共几页 直接在这边 按下一个确定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上面 跟页首跟页尾就完成了 就完成这个部分 它的题目是要求 这三个都要 所以呢 我按shift的键 把这三个通通选取起来 再来的话呢 直接在版面设定里面呢 找到这边有个箭头 然后呢 往这边也是页首页尾的地方 底下就可以看得到了 有没有 第一个它要求什么呢 第一页不同 所以这边打勾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呢 随文说放 已经打勾了 就不用再打勾了 然后对齐页面边界 所以其实这一题 只要怎么样呢 在这边找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打勾就可以 三个一起选 页首页尾 第一页打勾 按确定 那这个部分呢 就完成了 那其他第三题 刚才有讲过 记得就是从 版面配置里面 这个地方点下去 有没有 页首页尾 自定页首 直接就加进去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这个 自定页首的部分呢 这个记得在中央的地方 中央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加入这个就可以 那再做一个格式化 这边的话 10 20 然后初题 标开题 确定 这样就可以 按确定 那页尾的部分 就是再自定一下页尾 直接在这个中间 再输入这个 第几页 供几页 那这样子 把这个地方移到中间 第几页 供几页 按确定 这样应该就可以完成 那最后一样 把它另存新档 就可以来评分了 这地方 BXA 零 储存就可以 那这一题 最后做出来 你只要跟着 我刚刚的方式 做过一遍 那这样应该就可以 评到满分 没有问题 不过这一题 真的是 这个蛮多 蛮多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留意的 我还没想到 这个地方要特别 我还没想到